南投鹿谷的大轮山 种植了大片的乌龙茶树 茶农为了顾及水土保持 在茶树园里又栽种了银杏 也意外打造出全台湾最大的银杏森林 透过空拍镜头 整片绿色山头 有金黄色的银杏叶点缀 实在每不生收 周末天气宜人 登山步道上也挤满了游客 不少人来登山践行 也肩拍美教打卡 附近茶农说到了10月下旬 银杏将会全部转黄 即使将会有不同的美景 这里很美啊 我每年都有来 朋友网路脸书发文看到的 就怕人挤人 年轻游客早早就上山 但附近餐厅早就因为人潮爆满 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内用区已经坐满了 柜台边还有游客 拿着菜单在后卫 至少有十几组游客在等待 疫情期间 民众都纷纷跑上山 想要目睹银杏的美景 赞的 但是因为那个季节刚好 所以就有的绿油的黄 就风景都不一样 不只餐厅人潮络绎不绝 山脚下沿线也停满了轿车 绵延将近两公里 停车位一味难求 因为疫情闷了好久 民众都想要上山观赏银杏 顺便爬山践行 把握周末好好放松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楼单哦